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的说法 对于中共近期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近九成民众表示不认同 赖总统于国庆演说中提到四个不变 分别为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 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努力不变 希望两岸对等尊严 健康有序对话交流的承诺不变 守护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坚持不变 陆委会在24日公布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92.7%民众支持四个不变主张 68.8%民众赞成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69.2%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等说法 八成以上民众不认同中共所谓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等说法 74%的民众不认同中共主张 一中原则按九二共事推进统一 89.6%主张台湾未来由台湾2300万人决定 近九成 87.3%民众不认同近期中共在台湾周边军事演习 另有77.9%民众反对中共设置台独顽固分子举报信箱 74.6%民众不认同中共以政治理由取消ECFA部分早收产品 关税优惠的做法 76.4%民众赞成两岸共同因应气候变迁 防堵传染病一起承担国际责任 这项调查由陆委会委托一普索市场研究公司进行 这份调查于17至20日期间 透过电话访问台湾20岁以上成年民众 有效样本1073份 信赖度95% 抽样误差正负2.99% 陆委会指出 中共坚持所谓的一中原则 企图消灭中华民国 吞并台湾 呼吁中共务实地面对台湾民意 还有两岸互不隶属客观事实 认真理解国庆演说所示善意 以沟通对话取代胁迫施压 为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及台海和平稳定 创造有利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下调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值 至4.8% 并指出问题在于中国消费低迷 与房地产危机未解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表示 中国最新的刺激措施 不足以有效提振内需消费 华尔街日报指出 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 一年来超过新台币8兆元的中国资金 非法转移至境外 凸显民间对中国经济成长失去信心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IN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对中国经济成长率的预估下调两个百分点 至4.8% 低于INF在8月发布中国2024年第四条款 磋商报告时 所预估的5%全年经济成长率 INF首席经济学家古林查斯认为 中国央行9月底宣布的货币刺激政策 旨在促进贷款 但对实质性提振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 他指出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国内消费低迷 房地产市场危机 使中国家庭主要财富缩水 导致部分生产转向出口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表示 提高中国消费支出 GDP占比的同时 还需要采取措施 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 中国最新的刺激措施 不足以有效提振国内需求 他在华盛顿INF 与世界银行年会活动上致辞说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真正听到 中国方面有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 INF评估指出 房价继续下跌 可能会进一步打击消费信心 削弱家庭消费 并导致国内需求疲软 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还会恶化 导致销售和投资萎缩 INF警告 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的危机 仍对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 华尔街日报报道 即便中国严控民众购汇上限 但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增多的情况下 自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 仍有多达约新台币8.14兆元的资金 非法流出中国 凸显民间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失去信心 市场研究策略师拉斯穆森表示 过去10年中国人会投资房地产 但现在这种方式失去吸引力 现在的资本外流情况 说明中国国内投资机会稀缺 中国国内面临劳动力高龄化 和失业率升高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而在外贸问题上也与西方世界陷入冲突 报道进一步分析造成资金外流的原因 包括政府对民营部门的打击 以及人们担心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 澎湖大晋满88号渔船与船长易经未归 澎湖县议长陈玉仁与澎湖民间组团赴北京访中国国台办 希望月底鸿信船长可以获释 澎湖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双全会后转述 国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会让福建方面专案处理 会尽速解决这件事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表示 政府持续透过相关管道沟通对岸放人放船 两岸事务有民间人士协助 这和官方管道不冲突 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共喜欢操作人情给部分人士 中央社报道 澎湖县议长陈玉仁与澎湖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双全等人 24日在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 陈双全说 有向宋涛表达希望鸿信船长能够早日返台 宋涛则回应 会请福建依法依规尽快办理 应该在未来时间可以专案办理 陈玉仁则在会后向媒体表示 这次与宋涛会谈以观光旅游为主 疫情后澎湖的国旅相对不好 业者希望能够开放陆克区澎湖 他进一步说明 向宋涛表示 现在两岸局势不好 澎湖可以扮演中继角色 现在金门与马祖都已实现开放小三通 希望澎湖能有机会可以恢复 让两岸关系从澎湖开始建立更好的桥梁 根据澎湖县议会新闻稿 陈玉仁还提及 希望开放澎湖海梨石斑等养殖渔产销售中国 以及恢复台湾游艇申请自由航行 对岸游艇码头作业 以及降低保证经门槛等 都获应允与相关部门研究 梁文杰于例行记者会上回应 关于大静满88号渔船处置进度 政府都有所掌握 持续透过相关管道 希望中共有关部门放人放船 梁文杰指出 最近八年多来 中共试图将对台事物建构在地方层级 将中央政府和蓝银执政县市切割 这是中共长期的一贯统战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